欢迎语言学课程的所有用户 我叫董莉莉 我说汉语 有一回 北风和太阳正在那争论 谁的本事更大 这时 来了一位过路人 身上穿着一件厚袍子 他们俩就商量好了说 谁能先让这个过路人 把他的袍子脱下来 就算谁的本事大 然后北风就尽他所能使劲地刮 但是 他刮得越厉害 那个过路人就把袍子裹得越紧 最后北风没办法 只好就放弃了 然后太阳就出来了 暖暖地照耀起来 那过路人立刻脱下了袍子 所以 北风不得不承认 太阳比他本事大 还说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